第三节 考虑持续经营假设 这个持续经营假设 首先为什么要有持续经营这个事 因为被审单位会计有持续经营的事 会计有四大基本假设 会计主体会计分期 货币计量持续经营 他说他家持续经营 那咱出的会计就得干嘛 审的过程当中就得考虑你家真持续经营 所以首先先了解什么是持续经营 就是他家能永续万年再经营下去 比如说固定资产那个折旧 你是因为能持续经营 你的折旧才能按照什么直线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才那么提 你明年就不经营的 你还能提这个折旧吗 你就不能提了呀 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播风险 这个持续经营的相关的风险评估程序 如何应对考虑对写的意见的影响 简单题主要考的是这个 其他主要是单选和独选题 首先双方的责任 无论适用的财务报告编辑基础 是否对这个持续经营做出明确的规定 你管理层都必须得评估持续经营能力 这是要求选择题注意了 做得快吃是什么呢 无论这个编制基础 要么要求它评估 我们都得评估 我们的责任是 管理层在编制和猎豹 财务报告时 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 和是否有重大不确定性 得出结论注意 一是研究 持续经营假设是不是当 你用这个持续经营假设 编制基础是不是当 第二呢是啥呢 是不是有一些事 影响到你们家持续经营了 达到了重大不确定性的程度 即使编制基础 没有要求管理层做这个评估 我们仍然有责任 就是他仍然也得有责任 他也得评估 哪怕编制基础 没要求他也得评估 哪怕编制基础 没要求我们也得评估 由于未来的事项和情况 柱子快试无法预测 因此柱子快试 未在审计报告中提及 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 不能被视为对被审计单位 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注意这句话和这句话的遥相呼应 我们的责任是 他的假设是否适当 是否有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的责任是保证 大家持续经营能力没问题吗 不能 我前脚出完审计报告刚走 还没走远呢 天上掉过陨石 啪把他家砸了 得不用持续经营了 没了 这种事情柱子快试能保证吗 怎么可能 对吧 那么国际市场的金融动荡 或者我们刚走 国家拿一个抑制政策 比如双减 这公司唰就没了 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敢保证 所以说 我们的责任是 他这种假设是否适当 以及是否存在一些 重大不确定性的迹象 已经确定大家好像持续经营有问题 比如说什么 这个资本的流动有问题 什么他家缺钱 债券这个利息都好不上 这是有明确的迹象了 否则 这种我觉得他家没什么迹象 技术也是的 那我们能保证 他家持续经营能力没问题吗 不会的 懂吗 为在报告中提及 持续经营能力那些事 不代表我们对他持续经营能力 给一个保证 注意这个问题 识别和评估 重大错误风险 风险评估程序 存在可能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况 并不意味着 柱子坏师就会得出 被寻代位无法持续经营的结论 某些措施通常可以减轻这些 事项或情况的严重性 比如说 他们家现在确实缺钱 缺到什么程度 缺到他家债券利息都还不上了 但是他家毕竟是个国企 融资能力比较强 某些银行会给他脱底 所以你会发现 哪怕出现了一些 好像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现象 但是人家管理层稍微运作 这事就能解决 就可以减轻这些事项了 所以说 存在这些情况 并不意味着 他家就肯定无法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问题 导致的重要投入风险 持续经营都有问题 原来你说他的货币资金 它是什么交易性金融资产 什么固定资产 什么预计会 是不是哪点都有问题 所以整体广泛相关 从而影响多项性 属于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 所以一旦出现影响意见类神的事 要么否定意见 要么无法表示意见 很难说有个保留意见的问题 往往都是财报层的事 再看应对的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一共有三个方面 评价管理层 对持续经营能力做出的评估 他要评估一个期间的 一般是12个月 超出评估期间 那超出12个月之后 诸多快试应该做什么 在这里面去讲 第三个识别出的事项 那评估过程当中 识别出来了这个事 我们要追加5个程序去应对它 然后还应当与质务层沟通4个事 5加4一共有9条 咱们看一看 首先说这个评估期间 诸多快试的评价期间 应与管理层按照规定 做出评估涵盖期间相同 就是讲道理 如果他评估36个月的话 那我们也随他跟36个月 他评估多少 涵盖期多少 我们就涵盖期多少 但管理层对持续评估能力 这个期间如果少于12个月呢 注意这句话 应是自财欧报表日期 下一个快期间 这个下一个快期间 有同学说 那一个月不也算吗 一个月不也是快期吗 一个月不看这个 就12个月 就记住12个月得了 管理层至少评估12个月 如果管理层评估持续能力 涵盖期间短于 自财欧报表日期的12个月 这种快试应当提请管理层 将其延长至 自财欧报表日期的12个月 这块说白了就是 他如果评估的期间更长 36个月 100个月 他评估期间 只要超过12个月 我们就跟他评估一样的长度 他评估几年 咱们评估几年 但是如果说他只评估6个月 我们提醒他评估12个月 就是不能短于12个月 然后注意这个事 他评估怎么评估啊 有可能管理层缺乏信息 有可能管理层缺乏分析 注意 纠正管理层缺乏分析的错误 不是柱子快试的责任 这是选择提起选项 在某些情况下 管理层缺乏详细分析 以支持期评估 可能不妨碍 柱子快试确定 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是否适合具体情况 这句话也是选项 就比如说 咱们在审一个照样行业 这个公司刚拉了一些投资和融资 然后你看 公司确实不错呀 比如说你审的是腾讯 公司不错呀 然后你问 你们评估你的持续经营能力吗 人家管理层说 评估了 怎么样 肯定没问题 怎么评估的 你看 这怒大是江山 怎么可能有问题 你看 他缺乏什么的详细的分析 支持他的评估结论 但咱们一看 确实不太用分析 这公司这不正正日上吗 怎么可能就突然间破产呢 你看 就是管理层 他没评估 12月 我们要提醒他评估 但是他评估的时候很草率 也就是缺乏分析 那我们一看 这个缺乏分析很正常 这个没有问题 注意 没评估 应该要提醒评估 评估缺乏分析 没有问题 可以的 不妨碍我们 不妨碍 超出12月怎么办 应当询问管理层 是否知系超出评估期间的 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超出12月以外的 应当询问 那除询问程序外呢 评估以识别 但一问问出来了 比如管理层说 你不小心识别出来的 你不小心识别出来的 你有没有责任实施其他程序应对 评估以识别 但一问 问出来了 比如管理层说 15个月之后 我们的那个跟外资那个合资企业 连用期就到了 然后到时候公司就清算了 你看15个月之后要清算 这是我们不小心问出来的 超过12月的 那怎么办 更远期间发生的事项 只有对持续经营能力 这个事项这个迹象 达到重大时 柱子快事才需要考虑 采取进一步这个措施 你像刚才这个重不重大 15个月之后 人家清算了很重大呀 应当通过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获取通过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确定是否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包括比如说15个月之后 什么碰产的使用权 采矿权就到期了 什么专利权就到期了 这些事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家清算呢 他家会不会实际有问题呢 这些事情 讲道理是询问与识别 识别出来之后要应对 是超期的情况 识别出的事项 情况 这个追加的审计程序 一共是5条 首先我们好像发现了一些 持续经济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 这些事项 是不是构成重大不确定性呢 注意 持续经济能力的重大疑虑 是不是导致 对持续经济能力 产生重大不确定性的事项 重大疑是不是重不确 要5条 就5条 第一个 如果管理层尚未对 被审计单位 持续经济能力做出评估 那提醒提评估嘛 你没评估 咱就评估 然后如果他有应对计划 那咱们要分析这个计划 是否可行评价其应对计划 如果说被审计单位 已经编制了心理流量预测 然后且预测分析的评价 管理层未来应对计划时 所考虑的事项 或情况的未来结果的重要因素 这个还挺重要的 那咱们要看看 它的基础数据是否可靠 换句话说 评价假设数据 是否可靠 然后考虑 自管理层做出评估后 是否存在其他可获得事实或信息 这就考虑其他事实 再就是 针对于他这个应对计划 即可行性 咱要他的书面声明 应对评估的重大错误风险 期间正常要让他评估提 请他评估到12月 如果说他评估36个月 那咱跟他36个月 未评估提醒这些评估 评估缺乏分析 这不算错 超期超12月的 如果他只评估12月 咱进询问就可以 进询问以识别 识别出重大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才确定其 是不是有重大不确击性 那我们看到这些重大仪 是不是重不确 要实施5个程序 管理层为评估 提醒其评估 应对计划 咱们要评价其是否可行 假设数据 看看其是否可靠 有没有其他可获得的信息和事实 然后再用书面声明 这叫重大仪到重不确的 5项应对 最后考虑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这个事呢 特别重要 一般咱们说审计报告的题 审计报告必出一道简大题 这个简大题里面 可能有那么一问到两问 就是靠持续经营的事 如果说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 这个假设 我们感觉 适当或者不适当 你看都分别有哪些限度 我觉得你持续经营 假设这个编制基础是适当的 但是呢 你们家有一个 有关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事 比如说 你们家仓库爆炸了 重点的原型价库爆炸了 损失惨重 那好 你对不对外披露 你如果没披露 那得 我感觉你们家的70%资产都炸没了 这个时候可能会出去保留或否定意见 这个事本身没披露 保留或否定意见 谁知道是什么事吗 如果是就是一个存货事可能保留 如果影响一边特别广 没准是一个否定 那如果你把这个爆炸事披露了 那就这么一个事吧 那就这一个事 我就出去无保留意见 那确实 持续经营假设适当 你也批了 那没问题 出的是无保留意见 加一个单独部分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注意这个是专用名词 需要原封不动每个字不差的背下来 答题就要答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如果是多个事呢 比如说被审认单位 你们家销售部 自立了 研发部 全部叛逃了 被人家高薪收买了 采购部 全部那个 出去单干了 生产部门呢 又罢工 这个 总经理带着董事长的闺女 私奔了 董事长一气之下 现在ICU抢救了 哎呦天呐 这个朱特派是一看都头疼 这可打整 被审认单位 你家持续经营假设适当 倒也是适当 披露没 他这些事倒都披露了 都披露了 但是一堆事 最后的影响是什么样呢 我们诸多快适也不知道 出去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也发表不了意见了 无法表示意见 那如果持续经营假设不是的 不是的 你还按照正常的编制基础别 就是你不能用持续经营假设别 你还要按这个持续经营假设别 那怎么着 否定意见 你看 他是一个小事没披露 还可能出现保留意见的 你如果是持续经营假设不适当 那就是广泛影响 直接否定意见 然后替代的可接受的编制基础 如果你说持续经营假设不知道 那你换个 比如说他们家明年要清算 你换成清算基础编这个报表 行不行 行啊 看看这个报表 这个编制基础 是不是我们能接受 确实能接受 能接受看看是不是披露了 他没披露的话也不行 没披露的话基础变了 预期使用者不知道啊 已经披露了 披露了之后 出去五保留意见 加上一个 可能增加这个强调摄像段 注意啊 就相当于 他家已经说我们家坏基础了 但是 诸子快识怕大家还是没注意到吧 在写信报告上 增加强调摄像段 提醒预期使用者 就可能啊 毕竟他家披露 这个增加强调摄像段 与否是诸子快识直接判断 可加可不加 五保留意见 可能加强调摄像段 第五个 与自己层沟通 当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疑 是不是重不确 重大疑是不是重不确 要实施那个五条 那个审计程序吗 与自己层沟通 应当包括下界方面 第一个 这些事项或情况 是否构成重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 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告时 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是否适当 第三个 报表中相关披露是否充分 第四个 审计报告的影响 这四条 是我们发现重大疑之后 跟这里曾沟通这四个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疑 那他是不是重不确呢 要实施的审计程序有哪些 是九个 前面的五条 加上这四条 都是要实施的 所以一共是有九个 注意选择题 下界 当我们觉得 被寻战外持续经营能力 有重大疑役的时候 速度快识经营实施的程序有 这四条 那五条都要选择出来 整个持续经营 能力 这个问题 我们就解释完了 接下来 说到最后一节 期出余额问题 期出余额 这个支持点内容 非常少 首先我们得了解 什么叫期出余额 首先这个期出余额 多数都是从上期期末转过来的 有资产费代表的 期出余额就是上期期末 余额转过来的 但是转过来 不一定是 就完全一样 比如说你家有块证策的变更 有前期差错呢 也要更正 所以说期出余额 仅是上期末 节转至本期的期出金额吗 这个不一定 首先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本期出跟上期末 讲道理应该相同 但是如果说有前期差错呢 这个要追溯重述 快计政策变更呢 要追溯调整 这个就可能会导致 本期期出余额 以上期期末 报表报出那个余额 就不一致了 那明确责任 我们注度开始是什么责任呢 首先 我们对的是 他人家财务状况 进行成果 现金流量 进行见证 财务状况 是期末时间财务状况 可不是期出啊 所以说 一般无需专门对 期出余额发表实际意见 除非业务一定条款 里面说 让我们这个审计范围 要涵盖到期出余额 正常的年报审计 是没有这个事的 那由于期出余额 又是本期报表的基础 你也对他实施审计程序 因为期出不知道 你广直到期末 那中间的发生额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所以说注度快 是需要对期出余额 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只是不需要对他 发表审计意见 期出余额的审计目标 第一个 期出余额 是否还有对本期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报 期出余额是否对本期报表 期出余额本身 它相当于是上期的错误 上期摸转过来的吗 所以说 我们要研究是对本期有没有问题 期出余额反映的 恰当的快据政策 是否在本期财务报表中 得到一贯的运用 或快据政策的变更 是否已经按照 适用的财务报告原基础 进行恰当快处理 和适当的列报 也就是有快差错 或者是快政策的变更 有没有好好的去调整 好好的重述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 识别和评估 还有应对这块的 重大错报风险 这个审计程序都有哪些 第一个 咱们说 做余额应当阅读 被审计单位 最近期间的财务报表 和相关披露 以及前任做余额出的 审计报告 如果是前任有的话 前期经过审计的话 或许有关期出余额的 信息注意 是应当阅读报表和报告 如果报告有的话 实施的程序 诸作快议师对 期出余额实施的审计程序 应当包括这三条 很重要 第一个 确定上期这个数 正确的截转至本期 或在适当的情况下 已经做出和重新表述 比如说有差错 有快政策变更 就重述了这个问题 或调整问题 确定期出余额反应 对恰当快政策的运用 有没有说是 上期的快政策 本期一直沿用 或者是有变化 恰当地进行个调整 第三个 实施一项或多项审计程序 第一个 上期如果精神 查阅前期的底稿 当然这个东西 结合十四章 你跟人要底稿 人家可能不给你 对吧 那如果人家给你了 第一 查阅他的底稿 要考虑 前任制度快施的独立性 和专业设计能力 缺一不可 如果没有独立性 或者没有专业设计能力 这个底稿是不能用的 第三个 与前任制度快施 沟通时的考虑 原成分无法控 原成分无法控 这个方面 这个沟通的时候的考虑 第二个呢 什么呢 这几个程序 叫做实施一个就行 你看啊 它上一层 一项或多项嘛 所以说这一项 这一项也可以 评价本期 实施审计程序 是否提供了 有关期出的证据 就是你正常 本期在实施审计程序 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有可能也获得了 无意间获得一些 期出余额的证据 可以的 再或者是 实施其他专业的程序 注意这块的逻辑关系啊 应当包括一二三 这三条得同时达到 而第三条里面 自己有三条 这三条里面 你达到一两个就行 第三条一项或多项嘛 第三条里面 至少得有一个吧 应当实施第三条吧 那第三条里面这三项 你实施一个就行 比如说查底稿 你就不用通过这些吗 那你查不到底稿 你不就得通过这些吗 对吧 你不能说应当查底稿啊 那前提就不给你啊 前人不给你 你有什么办法 你可不要说应当查前人底稿 可没有这个事 这个实施特别程序这块 这个例子非常重要 考过几回 就是这个第三项 专门的程序 比如说针对于存货这个事 存货的期出余额 我们怎么能获取 键盘当前的存货数量 并调节至期出存货数量 第二个 对期出存货项目的计价 实施审计程序 第三个 对毛利和存货 截止实施审计程序 所以这几个关系词 键盘只能键盘当前的数量 咱说数量和单价 缺一不可 那计价的话 咱们可以查期出的计价 因为计价这个东西 可以查到期出的一些原始凭证 但是数量你只能查当前的 然后再结合毛利和存货截止 这几个词 当前数量期出计价 毛利和截止 根据这个 围绕这个这三条 都要打上去 最后说考虑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这四个 说审计后 还是不能获取 充分适当审计 怎么办 说期出余额 我查完之后 对本期有影响 非常重大的影响 这怎么办 快捷政策变更了 对审计报告有没有影响 前日出的快词 对上期财务报告 发表过非误保留意见 而对本期还有影响怎么办 比如上期出局的否定意见 在本期还是一个很大的事 怎么办 咱一条条说 把这第一条展开 其他条不展开了 说审计之后 还是没有办法获取 期出余额 充分适当审计证据 那怎么办 你可以出去保留 无法表示意见吗 这很简单 只不过第二个 特别特殊 你可以对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 发表保留和无法表示意见 而对财务状况 出去无保留意见 这是为什么 首先经营成果是利润表 现金流量是现金流量表 财务状况属于资产贷表 期出余额获取不了 那么期末能不能获取 期末能啊 所以说财务状况 发表无保留意见 是可以的 然后因为你期出 获取不了 只能获取期末 那你中间的发生额 就很迷惑呀 这个中间的怎么办 中间办不了 所以说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 这些发生额类的 都出去的是保留 和无法表示意见 注意这个 整个教材里面 这一条都是相当诈列的 因为整个教材里都强调 不能对报表代言要素 发表意见 对吧 包括我们在讲19章 关键审言摄像段的时候也是 不能对关键审言摄像段 单独发表意见 但这块 单独对了一张表 只对财务状况 单独发表了意见 然后经营成果 现金流量 单独发表意见 他也没对报表的 单一要素发表意见 注意 本身这并不冲突 我们不能对报表 单一要素发表意见 但是可以这样 这个非常的特殊 只有在期出余额 这有单独记忆 就可以了 其他的二三四条 咱直接给你看这个图形当中的一些简化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不展开说了 首先咱刚说完这个第一个 如果不能获取期出余额出门实际审言证据 你可以怎么着 对财务状况发表无保留意见 而对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发表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那如果说期出余额 咱查了 查完了 也能查出来 不是不能获取 能查出来 但是有错报 而且对本期有重大影响怎么办 你可以告知管理层 然后提醒管理层告知前任 毕竟是前任审的 然后如果说这个事没有恰当处理的话 毕竟对本期有影响 考虑出去保留或否零件 也很简单 快计政策变更 快计政策变更之后 就是前期的快计政策没有一贯应用到本期 或者是快计政策变更 没有好好的追溯调整 那就是未能一贯应用 或者是未能恰当处理批诺 那你就出去保留否定意见了 你没好好用快计政策 本身就是一种错报 保留或否定意见 注意保留或否定不能单独打一个 选择题也是 他必须得写保留或否定 如果是写成了否定意见 这是错的 保留或否定 也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前任非无保留意见 前任出去的是保留意见 或者否定意见 对本期仍然相关和重大 那你本期该出啥出啥 也出非无保留的 有可能上期否定 本期这个事影响 可能只是一个点就保留了 上期可能是保留 那本期影响更大的 可能是否定 这都没一种 该干嘛干嘛 那对本期要是没影响 那你就出无保留 本身就是上期这个事 对本期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就该干嘛干嘛 该出保留出保留 该出否定出否定 该出无保留出无保留 就很简单这个事 整个第四节 还是在风险导向 这个理论基础框架之上 最后这个考虑的 审计意见影响 我们通过这个刚才这个图 草草了 提几个过言词 让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17章 到这里呢 就全部结束了 整个风险导向 这个理论框架 第七章第八章 是个理论框架 然后9到12章 是实物的应用 13章到17章 什么5B呀 快据估计呀 过联方啊 这些都是幺额的事项 这些事情到这里 就全部告一段落 18章到19章 这块呢 我们是介绍了 审计工作的完成阶段 完成审计工作 审计报告怎么出 所以说真正审计 干活 执行审计活这部分 到这里就全结束了 我们呢 整个课程也极尽本身 所以说同学们 不要忘记你的初心 我们讲到这里 你听到这里 可能也很疲惫了 但是呢 加油 马上咱们的课程 就全部结束了 本次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